3月5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一架俄罗斯飞机前往美国 撤离此前被要求现实离境的13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5号下午2点10分左右 一架俄罗斯政府的客机降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 该航班将把此前被美国国务院宣布驱逐的13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接回俄罗斯 目前尚不清楚该航班将于何时从华盛顿起飞返回俄罗斯 3月2号 美国宣布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航空 美方称 此次批准俄飞机前往美国 是根据美国联邦法规定批准的特殊情况